记者李荣平桃园报道,桃园市大西老街每到假日停车位一位难求,人肉占车位的情形竟然也在这个观光小镇上演。 昨天中午,黄姓男子带着家人到大西老街,人潮多,车位难找,在附近找了快一小时的停车位,好不容易找到了,却看到一位年约40岁的妇人站住空着的停车阁。 黄姓男请妇人让开,并说明人肉占车位的行为恐怕已经违法,但妇人回说自己家中的车也要停,不愿让位,并呛声就是要闹上电视,甚至不断指责黄姓要撞她。 欺人太甚,双方在马路对峙近三分多钟。 等到黄姓男打电话报警后,妇人才离开大西分局南亚派出所远警到场时,妇人已经离开,而黄姓也把车子顺利停进停车阁。 事后黄姓以人肉占车位为标题,将行车记录器画面上网脸书爆料公社,让网友公平这件事。 多数网友都表示这妇人太自私,不因如此,还要停车的驾驶硬起来,直接公告她。 对此,警方呼吁民众用身体占据停车阁。 1.道路交通处罚条例78条第四款规定。 行人于交通平凡的道路或铁路平交道附近任意奔跑、追逐、西游或坐、卧、蹲、立足以阻碍交通,可开罚300元。